光良 各位一定会想到那首非常好听的代表性歌曲《童话》 其实从光良签约滚石唱片开始算起 它出道已经整整18年了 18年间除了第一次和《童话》这两首歌之外 好像并没有其他太多让我们有印象的歌曲 难道光良不怕被人遗忘吗 当天光良出席的是某音乐盛典的发布会 继《童话》这张专辑之后的八年里 光良一共出过三张专辑 作为唱作俱佳的歌手如此低产 似乎有些说不过去 不知光良这几年到底还在干什么呢 就是我的新店 淘宝的新店又开了 就是我现在在买我们公司的APP 因为之前Android的系统还没有开发 那希望可以很快的有新的APP跟大家见面 我偷偷告诉大家我还没当歌手之前 我是念电脑工程的 所以我是一个宅男 光良不仅开了唱片公司 而且还开启了网店 这么多副业 自然搞创作的经历也就少了 如今像吴莫愁 李戴莫 吉克俊逸等等 新生代人气歌手的不断出现 吸引了很多8090后的歌迷 面对这期后起之秀的人气越来越高 光良自己会不会有压力呢 可能是因为童话真的真的是它太有记忆点了 所以让大家想到光良都想到童话 其实我们每天都在想 可是这没有方程式的 所以我不如就不要想它 因为我当初写童话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大家会那么喜欢 所以我觉得创作就顺其自然